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随时随地都饿着 但是凌晨的时候没有地方可以吃 那该怎么办呢 记得要来这条巷子 因为这间店可是24小时都不打烊 这间店真的非常有名 在下午这个时间 也还没有到晚餐的时候 大家想要吃一些下午茶 想要订店味的话 基本上也会选择这间店 那这间店真的非常有名 它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我做上这两样 会配凉面 也会配这一碗 三合一 这两面其实你会看到 它其实除了面条 是黄色这种油面之外 它一开始会先把麻将给淋上去 再铺上小黄瓜 最后最后再上这一个 蒜泥的这个酱汁在这上面 然后要吃的时候呢 基本上最少把它拌一拌 它的面条真的太有嚼劲了 因为它们面条在煮完之后 会用电风扇去吹凉 吹凉呢 所以它的水分并不会散失非常多 但重点是 因为吹凉呢 它会让整个面条的筋性更多 然后呢 每一条都是根根分明 所以呢 每一条都沾满了 它们自己制制这个麻将 它麻将的麻将味呢 其实跟一般的麻将不大一样 一般的麻将味可能会担心说 它太重对不对 它其实里面还在加了 它们自己用中药材熬煮的糖水进去 所以这个麻将整个麻味 并不会太明显 但是呢 还会淡淡的那个中药的香气 跟一点油醋的那种酸酸的口感在这里面 整个吃起来是非常地顺够 重点是 因为你拌过之后 它面条非常地Q 每一条都沾满均匀的这个麻将 吃在嘴巴里面 旁边再配上一点的 它最后加的那个蒜泥酱 可以让你嘴巴里面的清爽度更增加 然后一样有小黄瓜的脆度在你嘴巴里面 哇 已经连续吃了三间店 武昌市场真的是隐藏着非常多的美食业 但你们以为武昌市场就这样子而已吗 没有哦 吃完正餐 我已经准备好我的另一个味 田平 准备等着来咯 现在我们要来吃点心了 其实在台湾有非常传统的豆花 对不对 但是这间豆花店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有非常多的豆花的汤品可以选择 像是一般我们吃的豆花 其实都是配一些糖水 对不对 但是这间店可以让你真正吃到豆花 它除了有豆花本身之外 它连汤底都是豆浆制成的 你看这一碗 乳白色的 这个汤底其实就是豆浆 然后豆花就在这上面 而且这间店最大的特色就是 豆花跟豆浆通通都是老板自己 现磨现做的 所以你可以吃到豆花最原始的那个味道 它豆花好绵哦 它豆花的那个口感就真的是那种 现磨的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它咬下去并不是那种粉状的味道 它是真的豆去磨出来 所以中间你还可以吃到 有点那个豆香颗粒的口感 然后在咬的时候 就是像我们在吃花生的时候 一咬下去不是会有那种绵密的口感吗 它的豆花就是那种最传统那种绵密的口感 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 像女生会很担心说吃豆花会吃胖 对不对 一开始端上猪的时候 老板就会直接先给你一个无糖的 所以是完全没有糖的情况之下 你吃下去就不会有任何固担 但是如果你想要吃一点糖的话 我觉得老板也超贴心的 它除了红糖二号沙可以选择之外 还可以再让你额外选择黑糖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口味可以让你选择 然后当然它配料也是白白种 但是这碗我就配了花生 我觉得吃豆花就是要配花生 像是你看到它台面上 有素食种这些配料 全部都是老板自己煮的 那这碗我还选了比较特别一点点的 一般我们都会选一些那种子 丸子类或是圆类的东西 这个呢它可是他们的包心粉圆 像是这个绿色的 绿色是抹茶 抹茶口味 而且好Q喔 这是豆沙口味的 有抹茶口味跟豆沙口味 我觉得旁边这个豆浆啊 基本上因为我没有加糖 所以它搭配这些酱要吃起来就是刚刚好 也不会太甜 微微的甜度 一般我们在吃这种黑糖鲜奶 我们一般都是配这种仙草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当你把仙草跟豆花还有荤桂 这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 你基本上这碗豆花 你吃起来会非常的有层次 因为豆花本身是绵密的 然后呢这个荤桂它本身咬起来是Q软的 那这个仙草呢 它吃起来就跟果冻一样 是会有脆口度的 所以这碗里面 如果你是很喜欢吃果冻类的东西 你一定要点点看这碗 基本上一间店 你看它光是汤底就可以这么多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只来一次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料都吃光 会建议大家一天来一次 分个好几次 你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台式甜点 我们先来一下 我们先来一下 我们先来一次 或者说我们先来一下 我先来一下 嘴巴 很痛快 买来吧 我先来一下